所以蔡英文这个事情 弄得这么湿湿惶惶 最后也眼泪了整个赖清德 变成是赖清德在出国前 好像她把整个事情给提爆了 就是这么一个来龙区 你来到曾经坦白 我是欧崇敬 赖清德马上就要出国去 而且在她出国去 仅仅是四五天前 先有一个张永华爆料她 是整个蔡英文加不是门的主持者 而且又来一个在她出发前三天 再有英国那边 又整个是案件被全都揭露 揭露出蔡英文办公室 长期以来跟英国那边有所谓的串通连结 请注意我刚才用的是蔡英文办公室 也就是说连结的人不是蔡英文一个人 而是蔡英文长期配合的办公室成员 那我们就来看看 蔡英文办公室的人指的是谁 过去上法院甚至被彭文正教授还有其他教授告的人 请问有谁呢 这里面包含以前她的发言人张敦涵 还有现任她的副民主长黄崇燕 这些人呢全部都成为蔡英文办公室的基本成员 当然了蔡英文办公室不会只有这两个人 还有好几个政坛知名的人士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能够替蔡英文把这些讯息用英文给发过去 因为发过去的英文可不能出问题 好了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先用中文 然后再用Google翻成英文 再用翻译机器把英文给翻好以后 确认再把信件给发回去 但是总得看 而这个事情对于蔡英文来说 她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越是不要太多人了解 那事情就越好办 当然也因为她不敢让太多人知道 所以光是她伪造了这个假博士论文 你就可以看到她真的是没有做很好的校对 怎么讲呢 那个假博士论文 她是390多页 光是在目录页上面 竟然就有79处的错误发生 这79处错误大家稍微核对一下 那容易就看到了 原因也不难 因为他们自己把它放在台湾的所谓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面 每一页都上面盖了一个浮水印 这上面盖好的你可以一页一页的看到它 那么我们看到这所有的浮水印正好是拿不下来的 也就是他永远会跟着他 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 那个目录页为什么会说这么多了 不难知道 原因是 他有的是拼错字 有的是空格错误 有的是排列有问题 这都算是在论文上面的大机会 这当然都算是错误 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是谁或者哪一本书 或者哪一个出版物 目录页可以说是79处呢 答案是不可能 那由为什么蔡英文他自己所谓的博士论文 就算是他要伪造 为什么伪造成这么多错误点呢 那就我刚才所说的 他的人手不足 更何况 他为了要伪造是1983年那时候的博士论文 请大家要注意哦 那时候可是没有电脑计算机 可以打字 那时候只有一个东西 那叫做打字机 于是他要去找这个绝版的打字机出来 打字才行 那么大家说 那三百九十几页 他才爆发时候要把它给打出来 不是挺难 难的吗 对 但是啊 因为蔡英文拿了他的旧文章 这种合并 换言之啊 他是拿他过去在读伦敦政经学院的过程里面了 由于他没毕业之前还是读了两年 这两年呢 他发生什么事呢 他是去参加资格考试 每一次资格考试你大概得交九十到一百页 结果呢 他资格考试好几次没有过 请大家注意啊 如果他参加了四次没有过 他当然就会被人家fire掉 也就是开除掉 也就是请走你不适合赌 那么如果四次的参加 他是不是就有三百多页呢 对的 但是这是个篇幅啊 可能各自是一篇 根本不适合形成一本书 妙的是蔡英文这所有的单独发表 或者是各个单篇呢 他还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 登在台湾当时他任教的学校 政治大学的政大的法学评论 看到这点大家已经了解了 由于他是这么刊登的 所以这些文章早就已经被他使用过 而且是被他用来作为升等 副教授到教授这个等地用的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 那也不难知道 因为他这样做 他本来认为没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不是博士学会认为 可是他现在为了伪造 有一个博士学会认为 他就把这些 原来在英国所写的这些草稿 拼在一起 但他来不及在整个重整打字 他就把它重新编码 就这些编码 必须由打字机来打 编码完以后 还得重新要棒到一个目录的架构 你要知道目录是要校对了 所以去确认里面的每页的编码 跟每一个相关的标题条目 要能够完全正确 那就不容易了 如果是电脑打字 为什么不容易错呢 因为你只要复制贴过来 那当然就不容易错 所以电脑那边想要产生那么多的错误 那是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因为复制功能 所以你不容易产生这么多的错误 但是打字就是要不断的记住 里面写的是什么 再放到前面的目录页 这一来一往就很容易出现错 更严重的是 它时间太有限 它立刻要把它创造出来 而一本书或一本论文 一开上就是目录页 它怎么能够没有目录 目录页必须急着赶出来 又少人去把它做校对 于是这个办公室的人 就得担负着这个责任 所谓的参与门办公室的人 也就包含着这些校对的人 他们急急吼吼的 做了好像是校对 又不是校对 然后又把它送到 台湾的国家投资馆 去盖了浮水印 这一盖 正好说明他自己就是假的 理由不难知道 错了这么多 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更遑论 他的这整个论文的尺寸 跟格式 完全跟伦敦政经学院 他们要求的 博士毕业论文的 所有的章法跟形式 统统合不起来 那你说他能是真吗 所以蔡英文这个事情 弄得这么湿湿惶惶 最后也连累了整个赖清德 变成是赖清德在出国前 好像他把整个事情给踢爆了 就是这么一个来龙区埋 那么赖清德出国前发生这两大事 你认为蔡英文在未来放得了他吗 放不了他 因为蔡英文的性格他一定会去追查 或者说去讨伐所有他的敌人 那么他的政敌最后的下场都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看王力就知道 王力都是这些的 真的叫做死得很难看 或者说没有什么好下场 于是赖清德从国外回来的八月十八以后 对于他自己来说 那恐怕真的是不妙了 他只在出发前几天发生这么多事情 本来应该是风平浪静的他 现在变成蔡英文会认定 他是急着想接班 而在出发前就清理战场 要把蔡英文彻底的搞黑搞臭 那么最终结果将是两个人杀成一团 简单的讲 民进党这个大位之争的内斗 现在已经是百热化了 感谢你的收看